你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紅樹林新聞 我是許端毅 當然以及關心淡水、北海岸 還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一名65歲的張姓男子 日前來到了萬里野柳漁港的外堤 進行海釣活動 卻一個不小心釣到海裡面 而最後是卡在小坡塊上動彈不得 而消防隊出動能力加上旅梯 以接駁的方式才將這名釣客就回岸上 不過消防隊表示 這一名釣客身上沒有穿救生衣 也沒有防滑鞋 因此也針對這一名釣客開出罰單 發生在16號上午 一名65歲的張姓男子 來到了萬里區野柳漁港外堤 進行海釣活動 不過當時早上下起了大雨 男子想要收石釣具準備回家時 卻一個不小心釣到海裡面 還好當時有抱住類似保利龍的物品 借以飄到小坡塊上面 而一旁的朋友看到趕緊通報消防隊進行救援 有那個釣客落海 那我們就要通知出動船艇還有消防車 消防公六名 到了現場 現場就看到釣客 釣客已經在那個消防塊上面了 當時還下著大雨 昨天早上有下一陣好雨 那我們的船艇也沒辦法靠近那個消防塊附近 那只好請那個路上的同仁 以雙階梯掛在那個消防塊上面 消防隊到了現場發現這一名釣客趴在消防塊上面 進退不得無法動彈 一旁的海浪不斷地拍打 雖然消防隊有出動船艇 不過無法靠近消防塊 最後消防隊人員則是出動大量的人力 加上旅梯 以接駁的方式才將這名釣客 就回岸上 釣客落海差一點被沖走 還好及時抱住消波塊才撿回一命 不過消防隊表示這一名釣客身上沒有穿救生衣 防滑鞋都沒有 依照規定是可以開罰最高15000元 而消防隊除了對這一名釣客開出罰單之外 也呼籲其他進行海釣的民眾一定要穿救生衣 才可以保住性命 記者是團一萬里採訪報導